今年我们就不包粽子了,学会这个懒人做法真的是太舒适了 而且用这个方法包的粽子,凉了也非常好吃 准备一斤的糯米,提前清水浸泡 夏天冰箱冷藏浸泡一个晚上,我要泡了一些杂粮 这个绿豆你们自己家有什么就加什么,随意就好 把它们捞出来,冲洗干净 粽叶提前刷洗干净,焯一下水,剪掉头尾再用 把粽叶铺在模具里面,我这个是6寸的活底模具 先在底部撒一层蜜红豆,铺上一层糯米,把糯米整理平整 再铺上一层去核的红枣,再来一层糯米 撒上绿豆和葡萄干,这些辅料你们随意替换成自己喜欢的就行 最后铺上剩余的糯米 用粽叶封口 压一个盘子在上面 锅中加入足够的清水,把糯米连同模具一起放进去 大火烧开转小火煮一个小时左右 期间要注意看水量够不够及时添水 煮好之后取出来常温放凉 我这个是常温放凉一个晚上第二天偷磨的 撕掉粽叶 切成小块就可以享用了 吃的时候可以撒点白糖 我觉得不加糖也非常好吃 冰冰凉凉的,弄弄的口感 家里的小朋友一吃就上瘾了 这么一大坨,我家两三天就给干光了 吃过完的用保鲜膜包起来 密封冷冻保存就可以了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别忘记点击关注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